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潔 回來我們有現場嘉賓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香港出口商會的副會長趙婉寧 跟我們一起分享出口方面的情況 以及一些經驗 以及講講香港品牌 Hello,Hanlana 你好 Hello,Hanlana 她也是自營大賞的諮詢委員會主席 先跟她先驚討大環境 疫後復償差不多近一年 有說復縮的力度 就不像預期那麼刺激 就你了解目前整體的營商環境是怎樣 嘩,營商環境簡直充滿挑戰 首先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數據 新鮮滾熱辣 就是昨天政府統計處剛剛公佈 在2023年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 比2022年跌了7.8% 另外一方面 我們也看到內地的消費是差過預期的 在去年的12月 社會消費品領售總額增長了7.4% 是低過預期的8% 而全年的消費品領售升了7.2% 都是略低過預期的7.3% 這些全部都影響到我們轉口內地的因素 又說到政府也有提到 因為多過宏觀因素 譬如這些全部都是帶到香港出口的壓力 包括環球經濟增長減慢 地緣政治局勢緊張 尤其是地緣政治局勢 影響到歐洲的海運 我們的海運成本現在 差不多加了一倍 時間又長了 我們有些貨都進口香港 有些是要寄飛機過來 亦都加上海外市場的經濟疲弱 消費意欲亦都低了 種種原因 通脹上升、利率又高企 加上港元又強勢 這些全部是直接影響到 我們香港出口的貨品的吸引力 剛剛提到全球都有很多隱憂 地緣政治 紅海突然好像打起仗上來 搞到航運成本大增 但是這樣的環境下 經濟狀況亦有很多變數 今年的出口箱整體 要怎樣部署策略呢 有沒有機遇可以找一些新的市場 或者在新興市場上的 預期發展空間會不會大些呢 這個問得很好 因為自問我們歷來 是面對了一個最重大的衝擊 出口箱一定不能坐以待斃 我們唯一最好的方法 就是要提升自身競爭力 包括要開拓多些海外市場 和銷售渠道 和一定要提升他們自己 就是自己的產品獨特性 就是唯一的性 人家為何要賣你呢 通街都是 一定要有一個特別之處 才能吸引到 所以我們經常覺得 處處有危機 但也處處有轉機 香港出口箱 怎樣協助 商會方面 怎樣協助會員 找這些商機 或者找這些機遇 其實我們看到 當中又如何透過一些平台 協助中小企 或者一些初創的企業 去開拓一些新的市場 因為一些都不容易 對他們來說 以及怎樣看創科的發展 香港出口商會 我們其實已經 將會邁向70周年 但我們一直都是與時並進 我們也因應外邊的變化情況 而幫助本地的出口商 開拓潛在市場和銷售渠道 希望幫他們可以創造新的商機 也希望可以推動香港 發展成為一個出口的商貿中心 而我們香港出口商會 每年有兩個重點項目 第一個是由創意香港贊助的 香港自然設計大賞 另一個是由創新科技處贊助的 香港創新發明展覽會 而這兩個項目 其實我們的宗旨都很一致 我們有一個口號 就是匯聚香港設計力量 拓展環球出口商機 冠名思義 我們就是 希望可以經過我們出口商會 這兩個活動 提供一個平台 給中小企 初創 和本地設計師 讓大眾可以認識 亦都可以幫他們打入國際市場 將他們的產品推出香港 當中我們經常說 本地製造 本地製造商又如何轉型 因應環境 以及如何打造成為 亞洲設計產品 一個採舊的樓 當中我們經常說 要具備什麼條件才能做到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都是非常鼓勵本地的廠商 他們一定要升級轉型 最主要是要由原創製造 轉型到原廠設計 再去到原廠品牌 即是由OEM去ODM 再去OBM 所以在2012年開始 我們香港自然設計大賞 就是在這個重點活動 我們希望培養多些本地的人才 提升本地的設計 以及我們的創新能力 能夠將香港打造成為 設計產品的採購中心 這個設計產品 即是你自己的行業 都是做起紀念品 很多老航專 在行內 有很多經驗可以分辨 即是香港人 有沒有轉數快 我們的頭腦筋靈活 設計上 我們有什麼優勢 有什麼條件 我們可以做到 這個亞太區 亞洲區的 這個產品設計的樞紐 其實我們這個大賞 其實是很幫助我們的本地設計師 以及中小企 或者我輕輕提提 我們這個設計大賞 我們怎麼幫到他們 我們最初 我們今年是第十三屆 已經舉辦了十二年 在過去這十二年裏 我們超過有成一千間的參賽公司 也都招募過五千件的一些參賽產品 而最初我們這個比賽的類別 是只有禮品、浸品類 及自我們就擴展到家庭、家居用品 然後又有玩具、遊戲、產品 都很廣泛 是的 而且今年我們也加了四大組別 因應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都知道 我個個很喜歡在家裡煮飯仔 又做一些DIY的手作 所以也都喜歡去hiking、去露營 所以我們今年是特別加了手作、手工藝 另外有戶外用品、廚房和餐槌用品 而值得一提的是 現在我們的Kittles和art toys 也都非常受歡迎 所以我們也要增加了一個大同收藏玩具 希望多些項目 種類也會增加 參賽的朋友也可以選擇 Kittles譯為大童 應該是大小孩 其實大小孩有很多 我也是其中之一 你家裡的大小孩 他們現在很受歡迎 我自己也是 我家人也是 你明顯是 多拉英夢就知道 每個都是大小孩 從小到大 尤其是這些人在花錢上 會有消費力 會很手鬆 他們有些很喜歡收集的話 即是一萬幾千元 猴不斬眼 還有一件事 可能是買兩件回來 一件草一件用 其實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其實剛才你說到 香港自營設計大上 今年有些特別的地方 主題上 以設計或計劃方面 有怎樣幫助本地設計師 可以衝出去海外 這個真的問得很好 我們今年的主題叫 Raise and Shine 你見到 如果大家在社交媒體上 會見到我們有一個熱氣球 一個發光的熱氣球 其實我們就是代表 希望推動這些本地的設計 壯著成長 讓我們本地設計 可以走上國際舞台 發光發亮 剛才我講到 其實我們由參賽 以至到我們有一個很嚴謹的評審團 然後他們得獎 其實這一月才是他們的開始 日後我們其實是整個 有些不同的活動去幫助他們 包括B2B和B2C 我們接下來的4月 木發局會有一個香港的禮品贈品展 我們將會將得獎作品在那裏展出 讓他們可以面對很多海外的賣家 去恰談生意 而在6月我們都會在尖沙咀 一個大型商場展出他們的作品 這個就是B2C 讓普羅大眾可以認識到我們本地的創作 今年特別之處就是我們也都安排一些攤位 給他們作出零售的即場可以買賣的 7月也是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會安排一個代表團 一個Delegation Trip 我們就會帶隊去 帶他們得獎的作品 去東京展覽他們的產品 這個展覽其實是非常受到我們得獎 這麽多年來很受得獎者的歡迎 我們將會在TOKYO LIFESTYLE WEEK 這是一個日本著名的大型家居禮品集貨展 那裏也有很多潛在的買家 希望可以幫助他們開拓市場 這個展覽也很受歡迎 因為你知道日本東京都出了名 其實在不同的產品上 設計上都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可以讓大家選擇 是的 其實亦都一提 為何我們入到他們 香港出口商會是唯一一間 在十年來 是入到他們的一個 Design Tokyo Hall去參展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一個光榮 這個展覽其實是很大型的 大約會有一千間的參展商 亦都超過四萬五千個來自世界各地的買家到場 而我們過往在這個展覽 我們收取到超過六千個海外買家的查詢 包括一些日本的大型連鎖家居生活百貨公司 以及一些大型的日本網店 亦都有很多我們的設計師 成功透過當地的代理進入他們的日本市場 剛才邀請你提到 這個香港自營設計大相 一搞了十三年 那麼多年來有沒有累積到一些什麼作品 有沒有一些作品融入了我們生活裡面 可以見得到、摸得到 其實可能你用過見過或者看過 但你不講就不知道 其實這些作品就在我們的網頁上 由2019年到現在2022年、2023年 我們都全部都列出來 但是我們因為十三年來都累積了大量的出色作品 或者我首先介紹一下 有一個作品 今年是拿了我們家居奉置的金獎 因為這個作品大家都可以近距離接觸到 我們這個作品叫大館椅 它其實是位於大館洗衣場的石級 這個大館椅其實是很靈活的 我喜歡坐近一點也可以 和你移開一點也可以 它就是一個木的椅鋪在石級那裡坐 它的設計是配合大館新舊建築的獨特設計 它的靈感是來自大館建築的浮動盒子 以及歷史建築的屋頂 亦都採用可持續的木材 所以由於木材它有不同的顏色和不同的紋理 變成你如果在石級布滿這些大館椅 就可以很融洽地和周邊的環境和諧共處 這個真的大家可以接觸到摸到和用到的 沒錯沒錯 還有很多其他得獎有分類的 例如去年有些玩具遊戲 嬰兒學前玩具 有沒有些金獎放在社區的 其中一個就是北角交響樂 這個其實如果在北角區的朋友 或者你搭船經過出碼頭之後 都很容易會見到 這個北角交響樂在北角展示一輪之後 接著就移師去灣仔 它有大小的喇叭 大家可以用一些大喇叭 大家對講在Playground那裡 而它有些小喇叭就要來吸聲 如果它放在海邊 它就吸到一些海邊的聲音 例如放在涼亭上 它就收聽到那些樹木的風聲 那些樹葉的聲音 那些樹葉的聲音 那是非常之在一個市區 在一個社區裏面 是一個令到別人可以很互相和合共處的一個 同樣可以在一個寧靜的環境裏面 你可以感受到那個氣氛 帶著小朋友去更加好 因為我自己身身有去過 是啊 難怪你這麼熟 所以也拿了我們的大獎 這個大獎之外 我們香港的產品 會可以借助著 拿出一個大獎 截營大獎 打出國際 衝出香港 將這些產品賣出去 有沒有成功例子 有啊 很多啊 今天事慣關係 我想我粗略介紹兩個 可能都說不完 是啊 真的很多很多 就是說大家面對很多衝擊危機 但是我現在講的這兩間公司 其實它們真的越做越好 其中一間是一個50年代的老牌珍職廠 它在2019年開始參加我們的大獎 先後已經奪得超過11個大獎 在2019年開始那一年 已經連串 一年裏拿了我們五個大獎 百分百這間老牌公司 是香港發明 香港設計和香港製造 那為什麼呢 它是有一間斟職公司 都是接單做事 但是因為它是接觸到很多設計師的要求很高 所以引致到它們也有很多知識 從中學到 然後它們就利用一些導電的沙線 它將銀 即那個物料在沙線上導了銀 變成它可以導電 然後它們也發明了一個3D的無縫針織工藝 它這個是專利了的 那它們就將這個工藝 將這些沙線織了它之後 就可以駁到一個小的引擎 導電 還用電阻發熱 因應這個工藝 它初頭得獎的時候 是一些項巾 及到後期它們發展到 項巾可以變成一頂帽 頂帽拉下來變項巾 這個就可以圍著頸補亂 亦都是有一些補亂的手巾仔 即是變成你不用帶著一包補亂貼 然後用完就扔 這個是循環再用 亦都有很好的補亂的眼罩 這個眼罩大約可以去到38度 你可以自己調節 它可以舒緩你的眼的血管 通血管 眼乾和神經線可以舒緩 可以多分泌眼水 現在看得到手機屏幕多 很多人都會眼乾症 所以很多時候 這個要來睡覺之前帶著它 它亦都很成功 自己研發了一個APP 變成一個APP 你可以控制不同的產品 甚至有些互搶、互失、互手 亦都在疫情中 大家看到這些保暖的東西 當然是在冷的地方 尤其是在北歐 他們很多時候駕單車上班、上學 需要是很幫到手 亦都有些保暖的背心、背帶 薄薄的 甚麼都在身上保暖 這些是保健產品 現在人口又老化 現在失去過年 不是送餅乾糖果 不健康 寫太多 送一下健康產品 給路人家 更好 好像Raymond剛才你說 你都很精明 它是由保溫變成保健 在疫情中 有時間再去轉型 現在變成 現在除了賣去一些歐美市場 一些冷的國家 它現在是賣去一些醫療公司 或者中心 這正正就是一些傳統公司 根據它自己傳統的一些專業 再去轉型 發展其他不同的範疇 現在特區政府又推廣中國文化 施政部說 要成立一個辦事處 設計師有沒有在市場上 先行先著用 中國傳統的特色 融入到香港的設計裏 這個你帶得很好 為什麼呢 現在陸續我介紹這間公司 它又不是廠 又不是什麼設計公司 它是一個初創 它當時是一個人 兩個人做的一些手工藝 它是做剪子 它由剪子開始 它參加我們比賽 2014年開始參加 到現在又是拿超過多個11項大獎 它當時是由一些平面的剪子工藝 一些賀卡 它不斷去設計 變成一些立體的剪子 即使立體剪子 加一些燈 又可以放在桌面做裝飾 然後它將剪子 又融入到一些水晶球 或者是一些 它將它變成攝石 杯墊 甚至乎是一些首飾盒 然後在產品方面 它已經開始多元化 但在主題方面 它亦都很闊 它由剪子可以帶出不同國家 譬如它可以做瑞士 可以製造一個自由神像 或者巴黎設塔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帶它出去 它得了獎 然後它跟我們出去 它亦都很有心 做了一個很大的剪子 巴黎鐵塔 放在德國Franford Ambienter的展覽會 亦都吸引很多在場的人 去打卡拍照 那個展覽 亦都帶給它很多生意上的黑談 好了 它除了做我們關於旅遊的主題之後 其實它放了很多香港故事進去 說出香港故事 是呀 它可以在展指裏做黃大仙 做廟街 做天星小輪 做帆船 又做太平山 即是香港一些特色的景點 旅遊景點 是的 所以在展指裏 它可以有這麼大的變化 還有它現在已經做到一個階段 就是已經將展指化為一個藝術品 在一些藝術的Gastable裡面去賣 而亦都做到很多我們叫企業禮品 甚至我們香港有些政府機構外遊 出去拜外訪 都會用帶給的 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送禮 是的 最後一點時間 趙婉玲跟我們說一下 如何參加智營設計大獎 截止日期 截止日期 是今個月的2月8日 接下來下個月的2月8日 是的 很快的 所有資料可以在網上搜尋 HKSDA 希望大家朋友聽到這個節目之後 多些支持我們這個比賽 介紹你的朋友 你自己如果有禮品 不妨去嘗試一下 我們都會支持香港品牌 將設計師的精華衝出國際 今天謝謝 謝謝 謝謝